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 你知道优秀领导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吗 一直以来我们评估一个人 是不是晋升为长自备的高届主管 就是人资长 财务长或者执行长等等 我们看的是他过去的经营管理的能力 财务管理的能力 或者是他的专场技术业务的能力 但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 我们哈佛商业评论八月号 我们的周年庆专题 就特别提出一个未来执行长要的条件 也就是未来领导人要的条件 是保持良好的人际沟通 人际社交力 是一个这个时代下非常需要的优秀领导人 新的软技能 就是除了你过去那些技术专长 或者是专业能力之外 这一块是越来越重要 那这跟整个社会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社群媒体的发展 还有整个的文化是往多元 包容的发展的趋势都息息相关 那本周除了分享 未来领导人应该要具备什么能力之外 我也要特别分享 因为在哈佛商业评论九月号 我们推出了台湾企业领袖 一百强的调查 这次已经是第四届了 从2016年开始 我们每两年进行一次 台湾最佳CEO 或台湾最佳企业领袖的排行榜 那么就是从所有的上市柜公司当中 挑选出经营绩效最强的 一百强的领导人 那这个调查方法 也是参考美国版的 全球百大CEO的做法 所以我们在谈领导人 从这个百大 台湾的企业领袖 一百强 其实都在探讨 就是领导人到底应该怎么做 才能够做他最好的绩效 所以一连五天 我就要分享 这个现代的领导 或未来的领导人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技能 这个议题来延伸 当然我们谈的领导人 可能是不同阶层 你最高的领导人 比如执行长 董事长 一直荡到各个层级 我们都要具备 这种新时代的 这个领导趋势 跟领导技能的看法 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的公司 管理我们的部门 可以做得更好 那么今天 我首先来分享 这一篇文章 是八月号 其中我们的 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是谈说 未来十大 你不可不知道的 管理趋势 那当然也提到 科技的变迁 整个社会的变迁 那其中有一篇 特别提到 就是领导人 这个技能的需求 跟过去 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这篇文章的标题 我们叫 人际互动 成为领导显学 换句话就是说 现在与未来的领导力 社交能力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新的关键 那这篇文章 是由四个教授 所和谐的 而且是一个很大型的研究 所得到的结果 那这四个教授 我稍微介绍一下 第一位是 哈佛商学院的策略 管理气管系的教授 他叫做 拉法 艾拉 杀丹 那另外一个和谐教授 也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 他叫做 Joseph 富勒 那另外两位呢 是来自于外部的 非哈佛商学院的 一个是伦敦帝国商学院的 教授 叫Steven Hansen 另外一位是 一家气管 顾问公司 叫罗胜咨询 他帮很多企业 在寻找 CEO Head Hunter 人力资源 顾问公司 叫做 罗胜咨询公司 PJ Neal 就四个人呢 就两位哈佛教授 一位伦敦的 帝国商学院的教授 跟罗胜咨询 他是全球知识与营运长 叫Neal 他们共同合作 发表这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写到 就是长期来 有一些公司 有执行长出缺 人资长出缺 资讯长出缺等等 我们都在寻找 这些高阶主管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 他过去有什么技术专长 还有什么管理的能力 他有什么优良的记录等等 看的是他的专业能力 那通常呢 如果是国际级的大公司 重要长出缺 他也会从其他大公司 比如说排行老二 排行老三的 这些潜力的高阶主管 去寻找 比如说如果是GE的 IBM的 P&G的 或者是知名的汽管 顾问公司 像麦肯锡 Delore等等 就很多人要找 这个公司的 这个某某长的时候 可能就从其他这些国际大公司 去寻找 那这篇文章说 现在不一样了 如果只是采取以上那些做法 可能已经落伍了 这20年来 我们在寻找高阶领导人的时候 其实他的工具 或者他看重的技能 其实跟过去已经有大大的不一样 或者是说 这些专场技能 一样同样重要 但是我们现在更看重的 或者是会强调的是 以前没强调的 一些软性技能 比如说 这位新的某某长 他可不可以在这个多元化 多元包括说性别多元 种族多元 或者是这个文化多元的情况之下 各国员工都有 当然这边指的 比较是国际级的跨国企业 他可不可以激励 这种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这个性别的这个员工 他可不可以具备 这种激励的能力 第二是说 他是不是社交能力要很强 这里特别强调 他必须要具备 企业政治家的角色 他可以跟不同的团体打交道 包括政府 第二就是现在很多非盈利团体 非常有影响力 他们在很多政策 或者是公共议题上 有很坚决的主张 所以你的企业 如果跟他们有抵触的时候 你怎么跟他们做沟通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领导人 企业领导人主管 就必须要具备跟政府 以及跟非盈利组织沟通的能力 再来就是说 他有没有办法快速的学习 因为现在技术 技能科技 真的是演变很快 世界可能每三五年就翻一翻 所以你这个应变能力 弹性能力 你的学习能力 跟过去也是很大的不一样 以前可能可以要求不要那么高 现在可能就是要快速应变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总之以上讲的这些技能 可能都不是过去所熟知的 你是不是财快很懂 你是不是业务很懂 你是不是技术很懂 但是这些讲的都不是这些 而是一种软性的技能 软性的能力 在现在尤其是未来的领导人 都必须要有更多的专注 在这些软技能的开发上 那么为了进行这一项调查 我觉得这四位作者 真的是很用心 很用力 他们把这个从2000年 一直到2017年 因为刚刚讲说有一个合作伙伴 是罗胜咨询公司 这家公司专门在帮很多大企业 寻找执行长 财务长 人资长 所以他们是很高阶的人力资源 顾问公司 所以他就从这个罗胜咨询公司 从2000年到2017年 他们跟客户之间合作 寻找5000位高阶主管的职位说明书 从这职位说明书 他们还开发一些软体 怎么辨认这些 把这些资料丢进去怎么跑 那他这5000位职位说明书 来研究什么 研究说随着时代的演进 比如2000年的时候 你在找一个CEO 你所描绘的 他需要具备什么能力的条件 一直演变 到2005年 到2010年 到2015年 到2017年为止 我们对主要是研究 四个掌的职位说明 包括财务掌 资讯掌 人资掌 与执行掌 行销掌 这几个职位 我们对他的期望 我们通常会在我们的职位说明栏上 列出什么资格 qualification条件 希望他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跟潜力 我们是怎么写的 那么因为他是从2000年 一直到2017年 所以他是事实上是有一个时代演进的轨迹 比如2000年 我们要求条件 可能不包括社交能力 到2017年 我们就很强调这种社交能力 比如2000年 我们可能不会很强调沟通能力 那现在可能是很强调沟通能力 所以就来看看这个时代演进的轨迹 那他们得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 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对这几个涨的条件里头 在如果是2000年为基准的话 那个时候对职位说明中提到卓越的社交技能 这一项几乎是零 那个年代很少人强调这个 但是到了2015年 2017年之后 这个卓越的社交能力 这个技能就一直上升 2005年之后 一直快速的上升 一直到2017年 已经有将近30%的职位说明 都强调必须具备卓越的社交技能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职位说明栏里头 强调说必须擅长这个管理财务跟物资资源 这种管理能力 擅长这几个技能的管理能力 很有趣 如果是基准年2000年是零的话 那到目前为止 它下降了40% 可能这些东西已经可以用科技解决 可以用软体解决 可以用电脑解决 所以它的重要性 就是你的这个财务管理的能力 资源管理的能力 反而是下降了40% 那这里呢也有好好的来延伸一下 什么叫做社交能力 到底是具备哪些特质 第一个是高度的自我察觉能力 第二个是良好的倾听跟沟通能力 第三个是擅长与不同类型的人跟团体 沟通一起共识 最后呢就是 你要展现心理学家所谓的心理理智 也就是预测他人的想法跟感受的能力 这叫心智理论 那么为什么呢 现在的这个对于我们很多的长 长自备的主管呢 需要这社交能力 以及为什么需要以上这四种这个软技能 沟通啊 倾听啊 跟不同人共事的这些能力呢 他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些背景因素来解说了 第一个是说对很多大公司来讲 越来越复杂嘛 所以在需要协调不同的这个专业啊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群啊 所以你这个沟通能力要让一群人可以在这里共事 这种内部的协调跟沟通能力就要比过去复杂很多嘛 所以这是社交技能为什么重要 第二呢 他引用了这个管理大师比特杜拉克曾经说过一句话 在现在这个年代来看呢 更是显得非常的贴切 他那个时候就说这个资讯的处理呢 越来越自动化之后呢 我们越需要创造有效的沟通的机会 这个也就是我们过去一二十年来常常有一个口号嘛 科技来自于人性 或者是越来越这个视觉啊 数位化和虚拟之后 我们越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嘛 所以呢 当我们越来越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快速呢 那如何线下的沟通 如何建立感情 有洞察力 这些呢 在这个越科技的年代 我们越需要人性嘛 越需要温度嘛 所以这是两个整个产业发展 或者是公司发展的一个背景 那当然呢 其他的因素包括说现在的社群媒体 实在是太发达了 所以很多的公众人物啊 他其实不再能够躲在背后呢 只是做他自己的事情 他有时候呢 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跟别人来互动 甚至说明他的一些想法 不要说公司一有一些什么公关的危机 就丢给公关的团队 有很多时候最高领导人必须出来 对某一些事情表达他的看法 因为这是已经是在社群媒体 发达的年代必备的一些条件了 尤其现在是企业很强调ESG嘛 就是要永续发展公开透明 所以以前呢 很多公司的执行长 他可能就一直在幕后 不是说他躲了 他非常专注在他自己的本业业务 他对大众呢 他是不太花时间去关注 对他的员工呢 也不太花时间去沟通的 所以很多人就讲说 我们公司的消息 我都是看报纸才知道的 我都是看媒体才知道 因为很多员工也没有机会碰到大老板 也没有机会遇到什么什么炸 可以来跟他们说明说公司外来发展是怎样 但现在这个趋势已经在改变了 现在因为越来越重视ESG 重视这个公司跟员工之间的沟通 公司跟外界公众的沟通 股民的股东们的沟通 所以越来越强调要透明 要公开要负责 所以这个最高领导人 怎么样跟你的员工 一直到最基层的员工 以及怎么样跟你的股东们沟通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不再像以前说 我只要把我自己的公司的业务做好就好了 所以这个也是对于未来领导人 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然这篇文章蛮长的 那在我们的网路上 我们的哈佛商业频道官网 也有整个系列的文章的结集 那我在这里没有办法 具细迷移的谈到很多的 他也有很多guide line 你怎么发展这个社交技能 等等的一些说明 我在这里就没有时间再讲下去 还是希望你成为我们的订户 或成为我们的会员 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或者到说明栏 点击这篇文章也可以看更多 最后我要告诉听众一个好消息 那么今年是 哈佛商业频道创刊100周年 我们现在开始要正式进入 我们的周年庆 所以我们也会提供 今年度最优惠的订阅方案 所以只要定一年 我们就会送三期 所以邀请各位听众 加入HBR精英订户的行列 现在订阅 我们还要再送一本 限量出版的好书 也就是在前不久有分享过 哈佛商业评论最有影响力的 30篇文章 也就是创办100年来 由哈佛商业评论的总部 所精挑细选的30篇 应该说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 商业的文章 节级的这个专书呢 来送给各位听众 所以希望各位听众 都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成长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现在就注册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